20.6 RTF.55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又是没有正常双峰的情况下 怎么用那个中间垫 给它拼成端垫 它这个端垫为什么叫端垫 它就是挂整机的时候 第一张板必须得用的 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多余的部分 全部给它剪掉 第一步就是先从中间开始剪 先拿胶条跟板片给它匹对好 记住一定要匹对好 完事拿胶件拿起来 必须从这个点开始搅 搅完以后 这根输入这根就不要了 必须得搅成 您看必须得搅成这样 完事 以后拿这个多余的挂扣 必须得给它从背面搅 为什么要从背面搅 背面搅 搅完以后 它不会留下什么棱之类的 扣垫的时候 它会容易搁在这个孔这里 这个半面就搅好了 接下来另外这面 跟搅这侧的是一样 也是先从这个地方中间给它搅掉 还是拿所有的揪揪都给它剪掉 不要还是从背面搅啊 还有就是有一点得注意一下 就是这半拉 就是这半拉 它中间的小揪揪 会搁在流水槽里 这边的小揪揪 必须给它剪掉 不要 我们剪这侧的端垫的时候 必须根据板的流水孔 还有这个位置 进行去拿这个揪垫 揪垫给它修改 这个地方 你看 给它 也一样翻过来 给它剪掉 剪完以后 剪完以后 给它 有点 有点浪漫 有点浪漫 给它铺好 然后使浇水给它粘住 这就形成了一套端垫 好的 今天保译 请不吝点赏 谢谢大家 我发现 您看 请不吝点赏 味道 我们不吝点赏 为您 会 收拾